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 他正在考虑调降美国资本利得税 并为中等收入家庭调降所得税 以帮助美国经济自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复苏 特朗普说 我们也正在考虑调降资本利得税 那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在这项计划里并调降中等收入家庭所得税 特朗普称考虑削减资本利得税和中等收入家庭个税 对于支持这项法案的资金 特朗普并没有提及来源 他周一表示 正在认真考虑削减资本利得税 他补充称 正非常认真地考虑资本利得税的削减 以及中等收入家庭所得税的削减 特朗普还表示 美国人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周内 听到他关于他的计划的更多消息 他还说 他预计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将以创纪录的20%的速度增长 特朗普补充称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数据 他将可以完全地以可观的速度增长 而且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